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香港回教会旅会制作 声乐查读第二集 第二集 失业生 2014年美国民调机构公布 全球最快乐的国家及地区调查发现 本港只有39%的人觉得生活愉快 排行全球尾四 我们希望透过声乐查读广播剧的小故事 禅述伊斯兰是如何令人得到快乐 助理解决生活的烦恼 本集的主人翁四十多岁的阿光 一个从事零售业十多年的中年 正面临失业而引起困扰 在声乐查读遇上老板娘和大厨等人 得到各人的开解引导之后 对伊斯兰教在人生路上的得失成败 有了新的认知 改变了他心中负面的想法 重新面对人生 小周 你见不见阿光这几天 朝朝都一个人坐在那里 一坐就坐成天 个人就没来神气 你就去问他什么事 知道了老板娘 喂 阿光哥 老板娘叫我过来问问你 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几天一个人坐在那里喝一杯奶茶 可以喝一整天 实际就像那些顶湖上素那样 即是好债 哦 我不是只喝的 我朝朝早都有光顺一份常餐的 喂喂喂 小周 我哪有这么说啊 幸好你在星月茶座做伙计而已 如果你去做法庭传议员 那些法个个死得了 阿光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板娘 我不是生气 大家这么多年街坊 我怎么会不清楚小周和你的为人呢 咦咦咦 不是啦老板娘 你真是看得起我而已 我中学都没毕业 谁也有本事做这个法庭的传议员 更像我小周志愿 是做一个结出的餐饮从业员而已 小周 你那些我的志愿 都是留回欺骗你的小学路士了 阿光 说回你啊 你放大假 不见你和太太一起来的 不是啦 我太太有事 没有空 咦咦咦咦 放大假 看你好像睡得不太好 没你精神 不然这样的 哎呀小周 是啊 朝早三四点左右 我就紧醒了 睡不回下去啊 眼光光等到天亮 不过应该没什么的 小毛病而已 我想你去到失眠那么严重吧 阿光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啊 小心健康啊 很多情绪病都是由失眠开始的哦 慢慢就出现精神困扰的病症 影响个人的行为 生活 工作 甚至家人 绝对不可以轻视失眠的啊 咦 这些东西自己拿来而已嘛 阿光是卖名标的sales 他每个月的佣金是我的搞清洁的都不知多少百倍 这些不就叫做财多身子啊 自己拿来咯 花姐 什么脱房的碗碟搞定了 这么有空出来打散 是啊 阿光 近日新闻经常说到房港旅客減少了 旅游业和其他相关的行业 包括珠宝 明镖 药房 那些生意都一样的 你店铺是做高档次的消费生意 有没有影响啊 哎呀 现在全行生意都这么淡 很多时候那些伙计更多那些客人 试过经常都开不了一张单 总之就得个惨字啦 外地客又少了来 连本地客都没有 股市流市就跌成这样 完全没了消费意欲 都不死得多难啊 阿光 那你还上班 还天天在那儿探查 回去坐在铺里等下 或者有个大客呢 开几张大单 他就行了 是啊 做人一定要努力 我记得圣任姆克密德曾经说过 人生态度就应该是要努力工作 由于永生不死 要准备死亡 由于明天即死 哦 老板 这么早又上哲学堂啊 哎呀 刚好大厨就回到 高中乐堂 大厨 早晨 老板手人 这么多位 阿光什么这么好 又过来探我们啊 我特地早点回来 看看材料送齐来没有啊 哎 大厨你好 哎 大家这么熟都不怕说啊 其实我被公司裁员裁了出来啊 失业了一个多月了 现在还在找工作 但是找的都找不到 对心水的 周围都不请人 加上杜杜杜的生意都这么差 哪有人辞了一份工不做 给这个位置你做啊 哎 开头第一个月我还很有信心 很乐观的 我以我这样的经验 一定可以找回一份工差不多的 但是这样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 工都没份有得 in 那人就真是很down啊 心都拎了 看不到前景 觉得自己很没用的 哎 我都不敢说给我老婆听啊 免得她担心 所以就早上早一早办上班 走来坐在这里打发时间啦 阿光 这也不是办法哦 你这样瞒着家人 自己会有很大压力的 哎 我小周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阿光啊 你的负面情绪很严重啊 又潮水 又忧瘟 又沮喪 又烦粗 又失眠 又一样都齐 哼 你迟早啊 情绪爆爆啊 哇 小周 什么说到自己整个心理医生的那样 不过我最近看新闻 都知道那些游客的确比以前少了很多 其实旅游业真的可以带动香港的经济发展 不少人的饭碗都是靠了它 怎么知道啊大徐 不要说我小周会吓你 接下来还可能更差 你看看其他亚洲国家 把自己的那些银子来贬值 去刺激经济 又免得那些游客消售税 又有什么即时退税 哇 敢来抢那些游客 所以我们香港做零售业 还怎么会有运行啊 小周 刚才你就扮心理医生 现在就有经济学家上身 你都几百变的 老板 我小周也听那帮金融的熟客说的 他们说什么继续看淡2016后市 还有很多公司倒闭和裁员 啊小周 囚实我们香港人平日经济压已经很大了 现在你还说了一大堆问题 你是不是想我们全部去跳楼啊 那那那那花姐 那说话小心点说啊 我没有教唆你们自杀的 那好罪过的吧 大家不要吵 通通跟我大主抽声 不要经常说自杀 这个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的 就是你们那些不负责的成年人 做了这些不负责的行为 令到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 效仿你们的行为 令到学生自杀 好像病毒那样感染出去 大厨就说得对了 你们知不知道 生命是造物主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你们受了人家因为 就说要赴湯度火 有所谓受人滴水之恩 必当涌存相报 但是造物主送了这条生命给你 开心的时候 都没有多谢一声 不开心的时候 就说要了结了他 这样做人 你们不觉得好没责人心吗 老板娘大厨 我们又不是真的要死 不要那么怒气啦 是啊 等我小舅倒一杯茶 给你们潤汗啦 个后仙 最坏都是个花姐 乱说话 正式生出药 乱说 阿光啊 我见你一早在平板电脑 堵来堵去 喂 是不是在看赛马贴士 有什么好东西 告诉我小舅 等我发也好啊 小舅 见你这么熟才跟你说啊 我现在没什么做 又没收入 那不就和马会拿钱洗着先咯 阿光 你真是胆三毛了 居院够胆在我们的生意查作 赌马 赌博在以斯兰呢 是非法的 如果被大翠知道 实际上 在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斩了你的手指去 小舅 我现在心里已经很脆弱了 你不要再吓我了 我都听人说过 在那些伊斯兰国家里面 那些小偷被人捉到 就连手都被人斩了 你个小舅啊 我一走开 又在人家面前说我的坏话 就是你这些人 知些不知些 讲些又不讲些 令到外面对我们的伊斯兰教充满了误解 大翠 你都知道我小舅的了 一向说话都特别夸张的了 更何况 以你大翠尊贵的地位 又用什么扎菜刀 还没那么粗重的功夫呢 你个小舅啊 说你的时候 那个脑就转得特别快的 不过这样啊大翠 我见报纸写过在伊斯兰教会里面 偷东西的人如果被人捉到 真是要斩首的 很残忍的 阿刚 你知不知道啊 要以伊斯兰的教法 定人入罪 不是那么容易的 大厨就说得没错了 就好像在文莱 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那样 他们有普通法的法庭 也都有伊斯兰教法的法庭 但就连那些非穆斯林的国民 都会选择用伊斯兰教法 去审理他们的案件 咦 有些那么奇怪的事吗 我都没听过啊 真是不明白啊 阿刚啊 那这件事很容易理解的 哪里有好处呢 就自然选哪样的了 就以你们刚才说的偷竊罪为例 伊斯兰教教法 是最少要有两个证人 见到偷竊的过程 那个贼才可以定罪 你们刚才说的 偷东西要斩首啊 你知不知道啊 那个贼仔要同时符合 十九个条件 才会被伊斯兰法庭判斩首的啊 是啊 偷东西要斩首 不过只是对那些 有严重偷竊行为的 击反的惩罚 不是说一做错事 就要斩首 阿刚 你不用那么怕 这里没有人会斩你的手 但是赌钱呢 都不是正当的行为 你都是戒了去啦 嘿嘿大厨啊 你不要误会啊 我没有赌人的 只不过呢 这几个礼拜 我又觉得衰不完啊 每次我在马会都 撑到一千几百 你知道啦 在这个时势 撑到多少 得多少嘛 阿刚 我都明白 你这个时候 是有经济压力 生活压力 有些人就好像你那样 开始赌博 觉得赌钱可以减压 赌过翻身的机会 最初就是赌少少 赌下赌下 就连天命都倒了 阿刚 小周 你们不要以我和老板娘 这么长气啊 你知不知道啊 即施成言 即言成行 即恨成杂 即杂成性 即性成命啊 是啊 阿哥 更何况你个儿子还小 如果他不明白 以为成功 就是要靠运气和彩数 不努力读书做人 就算被你赢了整个马会 都没用 你说是吧 其实我小周说呢 做人一定要积极 样样都要看开些 双眼只可以向前看 所以呢 那间门口那张桌 举了手成分钟 你都看不到咯 老板娘 大厨 不是我个人积极啊 我都曾经积极过的 不过阿刚 虽然说不是专业人才 但是 说是做个高级零售业十几年 那都算是专门人才啊 又管成十几个伙计 有了管理经验 一知大厨就没人请了 唉 我现在真是很怕去银行跪圆机 按钱啊 见到户口的钱 有漆没入 数字下缸 真是不知怎么算好啊 不用怕啊 正所谓 船都桥头自然直 香港是一块福地来的嘛 有什么没遇见过呢 沙士啊 金融海啸啊 金融风暴啊 一样艾果 最紧要 对自己有信心 一天气空堂 咬着牙关 没问题的 小周就说得对了 我们要明白 生命的旅程 绝不平淡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而生命之所以有价值 是在乎我们在每一个阶段 每遇到风浪的时候 怎样去运用造物主给我们的智慧和教导去解决困难 坚持在正道上尋出正路 老板娘 我都已经日日祈祷了 但是那个神都不理我 放弃了我 我见了那么多份工 一跌回音都没有 阿光 你这样想就错了 我们个个人都会遇到考验 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信士 古兰经里面都说过 世人以为他们口称归信 就可无事不受考验吗 我确已考验了在他们以前的众人 真主确知道 谁是真实的 谁是说方的人 是的 造物主在透过对人的试验 来鉴定我们 哪个是真诚者 哪个是虚偽者 哪个是奋斗者 和坚仁者 其实我觉得最辛苦的 都是要骗住家人 好像昨晚这样 我个儿子还拿一张成绩表来给我看 他说我答应过他 假如成绩好的 那我暑假就全家去游货 现在游货就没了 全家下街游荡就可以 阿光啊 其实没了份工 都不是什么大件事 我劝你都不要再骗家人了 正式所谓了 好儿子不会两头门 小周 你叫我想的吗 你都不知道我多大压力 经常出街都怕被亲戚朋友碰到 才在你那里 正月茶座打下等 躺在 阿光 你有没有听过 有段古兰经 是这样说的 信道的人啊 你们当敬畏真主 当以诚实的人在一起 是的 大厨刚刚说的那段经文 是意思就是说 你们应该成为诚实的人 你们要永远坚守 诚实的品德 那你就能够立身在人群之中 免受不同的和害 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老闆娘 大厨 哪有说那么容易啊 我也是这样教个儿子 叫他千万不要说大话 不过轮对自己 唉 我都试过好几次想和老婆说 唉 但是一开口又说不出 诶 我知道呀 我知道 好像便秘那样 想出又不能出 真是很辛苦的 小周 我们这里是餐厅来的 你看 那些客人在吃东西的 不要说这些东西了 其实阿刚 你要对家人有信心 做物主因赐他们 成为你的家人 你们一家人 一定可以甘苦与共 如果让他们知道 你门他门得那么辛苦 他们可能更心痛啊 就是这样啦 我就怕他们担心 所以才不敢说 阿刚不如你试着找一晚 好好地跟你太太Jennifer 坦白说 我看她都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是啊阿刚 其实你老婆都不知多眉睁眼睛 我上次呀 被老板娘省完 你老婆一看就看得出啦 范姐 那次老板娘省你 是因为你洗的碗 好像没洗一样啦 老板娘才示范给你看 什么叫洗得纳纳灵 不过阿刚呀 一下下一个不觉意 Jennifer 误会你以为最近古古怪怪 玩出鬼 喂 那不是重大件事 阿刚 两夫妇相处最紧要是坦诚 意思能够要求夫妻之间 互敬互爱互助 古南经有一段经文 很煽动地 譬如了两夫妇的关系 就是他们是你们的衣服 你们是他们的衣服 意思不是说 可以什么时候换都可以 而是就好像衣服那样 彼此应该互相体贴 互相温暖 互相慰藉 擇日不如葬日啦 你一于就今晚跟太太表白啦 其实你在待业期间 都可以为个家做很多事 不是说找不到钱 就什么都贡献不了 是啊 阿刚 不如你利用这段时间 多些照个儿子上学放学 和他温习功课 做多些家务 减轻老婆的工作 老板呢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根据姓人 穆卡密德的妻子 阿依莎的传说 先知穆丁在家里 都会帮手做家务 他还会自己补鞋 补鞋 补鞋 真是很聰明 你记得没错了 小周 阿刚 其实你还可以坦诚地和老婆 研究一下家里的日常开支 清楚评估一下 你们家庭的财政状况 减少或者推迟一些 没有必要的开支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吓自己 情况不是我们想得那么差的 不要说那么多了 阿刚 快点跟我进厨房 让我教你几道 你老婆喜欢吃的菜 今天早点回家煮给她吃 今晚就和她商量 你要信自己做得到 你就一定做得到 阿刚 我们对你有信心 诗人老米 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 当世界不停地推济 直至你屈膝跪下 不要忘记 这是祈祷的最佳之势 在今世的路途 不会有人是一帆风顺的 事事如意 这些只不过是每一个人的期望 事实上 人生的道路坑坑不平 有悲有喜 有成功有失败 人生的酸甜苦辣 人人都会尝到 任何人都逃不过 这些是造物主对世人的考验 造物主在古兰经说过 谁敬畏真主 他将为谁开辟一条出路 而且由他想不到的地方给他 谁托靠真主 他将使谁满足 古兰经六十五章二百一十三节 造物主要我们从考验之中 体会到主赐予我们的恩典 所以伊斯兰教人将困难事作挑战 生命是充满考验的 下集预告 老板娘从小看到大的街坊 本来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幸福少奶奶 谁知一场得与其来的意外 令她一夜之间成为年轻寡妇 下个星期的星月茶座 我们来听听老板娘心痛之余 如何帮助这个丧偶的街坊 重新面对人生 香港回教会女会制作 《星月茶座》第二集 第二集 《失业生》 制作人 简看街 监制 黄香军 导演 洛泽妍 编剧 马维亮 洛泽妍 《心灵分享》及下集预告 黄德传 《技术制作 黄德传》 陈荣泰 廉志文 演出 马掌宝莲飾演老板娘 杨伟智飾演伙计小舟 黄香军飾演大厨 脱碎暖飾演洗碗花姐 刘友昆飾演茶客阿刚 特别名借香港伊斯兰联会 我们希望透过《星月茶座》 可以和大家分享伊斯兰的哲学 和生活智慧 我们强调伊斯兰不只是一种宗教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积极寻求两世生活幸福的态度 我们希望借着《星月茶座》 和你分担生活上各种压力 为身处不同岗位的香港人 加油打气 香港回教会女会制作《星月茶座》 第二集 第二集 已经播出了